所以有时候你们多看看菩萨的像 你们就知道什么叫像好庄严了 我们修行修到后来 要真正的在内心产生一种与众不同的这种相貌 这种相貌就是非常的清净 非常的不贪用现代化讲 你的眼睛里没有贪没有恨 没有愚痴的眼神啊 你看很多人傻瓜精神病人 你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他傻傻的 他眼睛闭着睡觉的时候你看得出来吗 他眼睛一睁开来 你看着他眼睛就是个傻瓜 所以眼睛里要端庄 要清净 能够让自己的心要得到清净庄严 所以不要影响众生的心的一种宁静 所以众生得意 自身才会得到法义 你给别人创造了一个庄严的相 你会自己得到更多的法相庄严 所以你去看一个女孩子 人家在说那种下流笑话 或者听那种不好的东西 你听都不听 看也不看就走了 别人会对你起庄严心 所以怎么样来解负众生 首先把众生身上的烦恼解脱 要讲善念 你想帮到别人 你首先要跟别人讲善念 讲正念 凡是正确的东西 我就讲 凡是不善的东西 我就不讲 你才能接近 清净佛净土 所以要是天下的众生 都得到大的利益 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 其实你自己才是得到最大的利益的受益者 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吗 有的公司很会为他的下属 他的员工考虑 他对员工的福利 关心百倍 最后员工很卖力 帮他公司越搞越大 你们说说看 最后是谁受益最大 就是他本人的 所以要叫你们要放下自己 要叫你们好好的能够禅修 让你们懂得法布施的重要 你布施出的庄严 你会得到庄严 佛净土的 所以师父叫你们要好好的改变 好好的来能够转化自己的念头 别人 放下来能够乐